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嚇死人了嗎? 很好, 看你大大小小的膽子 你在幹什麼? 好, 我想天時暑然 做些燒暑的沙律給你們吃 你們真是嚇我 謝謝 你們在裝什麼? 懂鬼煮東西吃什麼? 你看, 像打仗一樣 什麼? 我想問這個粟米很困難 還有這些一塊塊, 你有沒有洗過? 不是, 刨掘了 還有一些青掘, 這樣一眼一眼 你想切絲還是切粒? 我…刀掘了 也別說了, 你看 還有糞便 吃了嗎? 不… 算了…不要騙她了 看她的樣子, 她已經盡了她的辦法 加油 不如這樣吧 我們請一個又聰明女 又美女的嘉賓來幫你, 好嗎? 好 有請陳粉芝 謝謝… 你好, 再見 大家好 大家好, 敏芝 你好 敏芝 你做餅有一手, 大家都知道 很棒 但原來你的廚藝也很棒 也算見得下人 我想浩浩的材料應該可以做 你一定要幫浩浩 你看她現在的作品 我會傳授一些獨門的秘方給你 就是敏芝快速料理大法 事不宜遲 快點展示你的概念, 好嗎? 好 手套 好, 現在先處理薯仔 好 很簡單, 把薯仔在中間這個位置 是 輕輕地加一個圈 現在切好了 好, 好 把它放在熱水裡 是 熱水 這麼簡單? 好… 接著第二件事 就是粟米 是 很好 是 交給你 首先你要把它生歐歐的 放在微波爐上 四分鐘, 雞丸媽媽 是 接著我們要處理蝦 是 平時我最怕做這些 但是有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 看我的表演 好 把蝦拿牙籤 挑腸出來 挑腸出來 我們要在蝦的第二至第三次 這個位置 對, 刺進去肉 刺進去腸 對, 刺進去肉 是… 對, 刺進去肉 對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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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這樣就挑了 把蝦灼熟, 放進去 好 把蝦都想吃 接著我們就切青瓜 好… 好… 麻煩你給牙籤 還有剁一條長一點的膠紙 知道 放在這裡 然後你幫我黏著它 黏著把刀? 對, 到時你們就知道了 我知道一定不是這麼簡單 好, 接著把青瓜 好 好 對, 我覺得有點方便了 方便 平常我們切的時候 一塊一塊的青瓜 是黏在刀上的 對 現在就黏不到 好, 差不多了 是 接著我們就把青瓜 放在沙律盤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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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待會用來吃沙律 用的 好 好 我知道那個粟米應該夠時間了 好… 好, 幫我拿出來 粟米 接著 好, 接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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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厲害了 是 接著我們就要把它… 又是要切 是否其實要拿一把鞦給你 很緊 很緊 我也很緊 我有吃飯的 我有吃飯, 切的 手起刀 是, 切了 好 接著把它抖 抖了 這下重要了, 是嗎 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抖了?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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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粟米出來了 對, 抖了時間 真的 這個方法連絲也沒有了 好, 接著我們就要準備筷子 好, 就在粟米的肉這個位置 放進去 對, 放進去 中間的? 對, 中間放進去 是 那些肉你發覺很容易會起出來 對… 對… 其實是容易起 就會很容易做出很多粟米粒 就不用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放進去 是 你能否學到? 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剛才煮好的薯仔回來 好 謝謝你 薯仔… 薯仔… Bella, 蝦已經完成了 好 我們放在旁邊 知道 好 好, 麻煩浩浩, 拿冰水給我 好, 冰水 冰水 放這裡 好, 放這裡 好 冰水 冰水這裡 好, 放這裡, 好 好 好 剛才煮好的薯仔撈上來 是 好, 放在冰水裡浸一下 是 好 先浸一下 冰震薯仔? 對 很棒 很棒 你會發現有一個巧妙 是 放在裡面 是 你好像扭毛巾一樣 扭它 你看 很棒 薯仔 薯仔幫它剝皮 很棒 對 很滑 好 我想知道 你把煮熟的薯仔放在冰水裡 是不是冷縮熱熱的味道 對 沒錯 一秒鐘 這是不是番茄嗎 真是 番茄也可以 但是番茄的切法 可能是在下面切十字 現在拿其中一個出來的 我們先切好 把它切好 好, 薯仔已經軟了 是 想吃 可以做沙律 好 好 很軟 好, 他們不會散的 好, 他們不會散 好, 接著麻煩浩浩拿冰水給我 好 又拿 好, 我知道 拿蝦吧 熟了的蝦過來 是 我又放在這個位置 我幫你開 我們用撈機, 撈一下 好, 剛才煮好的蝦 放進冰水 很大 放進去 再放進去 也是冷熟熱醬的關係 我們看看 很快就會剝出一隻蝦 好, 把蝦從冰水拿上來 好 在蝦的第二、第三節這個位置 是 我們用手指這樣刮開 你會發覺蝦殼很容易拌出來 很滑滑滑的 是不是? 很新鮮 很新鮮 有幾隻蝦 對 對 有沒有事?快的 沒事… 好, 就這麼簡單 是 就可以做蝦沙律了 是 讓我們再看一次 敏芝的快速剝薯仔皮的步驟 首先用刀在薯仔皮中間割一圈 然後放入熱水20分鐘, 把它煮熟 然後把煮好的薯仔放入冰水 最後把薯仔皮的兩邊左右扭開 這樣就很輕易剝開薯仔皮 來到快速剝蝦殼 先在蝦殼的第二節位置 向前剝開一點 然後再向後拉開蝦殼的第三節 最後一手拉開蝦殼的第二節 另一隻手拉開第三節 就可以同時拉開兩邊的殼了 嘉勁姐平時刨薯仔, 刨… 刨得那麼小顆 刨到肉去 現在這一招又快得了 又省下薯仔, 沒錯 對我們而言, 真是可以的 你們剝薯仔皮摸得夠乾淨 但其實薯仔皮有很多用途 你們知不知道嗎 要怎樣 物盡其用才是黃道 說多無謂, 馬上去片 薯仔皮有什麼用呢 就可以用來清潔水龍頭上的水垢 因為水龍頭很容易 因為水質不乾淨 又或者碰到洗流水 或者肥皂而形成水垢 但就這樣用水洗或用泡板 是很難抹得乾淨的 在這個時候 薯仔皮就會發揮神奇的功效 只要用薯仔皮有肉的一面 去抹些水垢 薯仔的澱粉質又可以吸走污垢的功能 然後再用濕布抹乾淨 水龍頭就會像新的一樣, 黏黏黏 還有, 薯仔皮裡面 含有一種叫做做甘的化合物 只要用薯仔皮有肉的一邊 在鏡頭均勻抹幾抹 形成長方向, 鏡頭就會起霧 以後沖完熱水涼 都可以馬上擦牙梯酥膚麻糬 我出水 很厲害 不過, 我還有一個方法 是嗎? 除了用薯仔皮 可以用肥皂或肥皂水也可以 是嗎? 是嗎? 我們示範一下 擦一些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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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用濕布抹一抹 對, 讓它… 讓它吸收 吸收了 入味一點 好, 讓芥皂變成芥皂水 好, 醃了 好了 又要用蒸氣… 再試這邊 好 熱, 讓我來 好… 蒸一下它 是 好 蒸… 好, 蒸… 5 4 3 2 1 好 好… 真的可以 我以後沖完澡 可以就這樣對著鏡子做臉療療療 對 所以有我們就… 什麼都搞定了 再見 這次的蝦胃很棒, 吃一顆吧 吃吧, 來 屎屎, 給點力, 壓住它吧 不然空氣不會擠出來 暗瘡嗎?擠出來 你不認識就別胡說 不要暗瘡 你們幹什麼啊? 把冬菇海味全部擠出來 做狗大鬼給我們吃 怎麼這麼闊 烤湯還沒吃, 專人有嗎? 想要燉冬菇 燉冬菇很好吃 昨晚天氣又濕又熱 冬菇很容易壞 我打算扔到保鮮袋裡 補鮮, 沒那麼容易壞 袋子很脆 入空氣, 怎麼保護它新鮮 是 我們沒理由無故去買個抽真空機 又貴, 是不是嗎? 想抽真空而已 不一定要抽真空機 那怎麼抽? 沒有辦法 怎樣才可以抽真空? 想抽真空? 很突然 Vide一擊天下 我還不相信用吸塵機吸不 Wij 好 這筒筒呢? 那是腿 會抽?當然會這樣抽 真空 錯, 全部都錯 想抽真空? 給我桶水就完成了 首先把想抽真空的食物放在保鮮袋上 小心 然後把開口位拉起來 剩下什麼? 開口位 然後慢慢放進水裡 當水位蓋過的食物的時候 馬上把開口位拉起來 對 立即搞定 原理很簡單 對, 當我們把保鮮袋的食物放在水裡 水的壓力比保鮮袋的壓力大 將空氣逼出來 就形成了抽真空的效果 厲害 原來是假的 對 無論食物大還是小 只要可以放進一個密實袋就行了 你試試我吧 好 你有密實袋這麼大嗎? 這麼小嗎? 當然 有小樹 小廚子 放進去 好 你試一塊小廚子嘛 好 好 好 放進去 放進去 好 Danty, 先把大部分拔緊 袋子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開口位 好 好, 水了, 浩浩 不用害怕 很害怕 不要緊 你看水的壓力 是逼出空氣的 而且一定要放進去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把開口的開口位置關上 一點開口位置關上 好 好, 再看一看 抽筋通過了 好, 我要先試招 我要試招 好, 你看什麼招 看看這招行不行 這是絕招 這招是絕招 手軟了, 你摺不上招 這招太多了 真是太多了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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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剩下口了 好, 下水了, 招 下水了, 下水禮… 你看到水的壓力 真的在迫空氣出來 從開口位置的空氣出來 好, 放進去開口位置關上 好, 一起看 三、二、一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直接 所以只要我們動一下 我們的科學腦筋 平時可以省很多錢 以後大家有些包心翅套 山珍海里 要放久一點就用這個方法 那就… 什麼都搞定了 起碼, 設定了 責任, 獲得 據說網球這項運動 最早源於法國的 在十三世紀時代 一個宮廷的晚會上 有一個音樂家 向晚會的來賓 介紹了一種溫文以雅的遊戲 玩法就是兩個人 各自站在繩子的兩邊 他們要隨著音樂的節奏 把中間塞滿了頭髮和羽毛的布球 打來打去 而這個布球 慢慢就進化了今時今日的網球 有去什麼都搞定了… 太好了… 我們今集的什麼都搞定了的主角 就是這個青鼻鼻的網球 我想知道 大家知道這個網球除了要來打 還有什麼用途的呢? 我知道, 可以讓她玩 來, Naveen, 去吧 我覺得可以用來練碗力 捏一下… 我覺得可以用來發洩 不開心的時候扔它在牆壁 什麼氣都會消失 你扔完窩, 接著它 然後我用來按摩, 可以瘦瘦 我也要 你不用瘦了 你瘦了 你們想的東西也挺有創意的 可以的, 也不是 是 其實我在很多不同的群圖 找了很多關於網球最怪的用途 選了五種最實用和最過癮的用途 有了它們, 真是什麼都搞定了 一起來看看 比五強 散指包的款式經常千篇一律 想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 花一點心思就搞定了 只要在網球上輕輕地 解一個大約四厘米的開口 再將散指放進去 這樣一個屬於你的網球散指包 就大功告成了 平時我們都會在牆上 裝一些掛鉤來掛衣和雜物 不過有時走出走入 會很容易被凸出來的掛鉤弄傷 但是換個網球就可以解決問題 只要在網球的表面 戒一個大約四厘米的開口 再用電鑽在背面轉開一個小洞 網球就可以霜在牆上 造成一個圓形掛架 例如要來刮鞋 而前面的開口 還可以用來塞住其他薄膝的雜物 平時坐著椅子 想動前動後退下椅子 都會刮花地板 甚至發出咳咳的刺耳聲 想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在網球的表面 建一個十字形的開口 再把它套在椅子腳下 就算你怎樣拉椅子 也不怕吵人 地板也不怕會刮花 有時打開房門 會不小心用力過頭 門鎖的鎖頭很容易刮花牆身 不想這樣 只要把網球切開大約三分之一 再把切開的網球套入鎖頭 這個簡單又實用的防撞門鎖套 就完成了 有很多水分, 要有一個蟲主機 對方的圖要在一邊 如果有很多水分以下 也可以塞住 可以繼續改善 可以做法 可以塞住 也要把這個紙科 做法 然後來塞住 有一些白癖 大家要做一櫃鎖頭 可以做一跳 再做一櫃鎖頭 是不是很棒呢? 我最喜歡這個, 套了門鎖 因為我那裡有很多小朋友 有些人去了廁所, 自己鎖了門 但又不夠力, 把門打開 是 這樣變得經常反鎖了 現在套了, 它就壓不住膝蓋 沒那麼容易, 撞爛牆壁 對… 灰色很棒 很好 我覺得這個椅子很有趣 因為它真的沒有聲音 因為我們藝人有時候很晚下班 我們要回家搬桌子, 想吃飯 不用吵到樓下的 吵到家人 我最喜歡這個筷子 因為我很喜歡儲球鞋 如果把網球掛在牆壁上 又可以觀賞, 又可以穿, 挺漂亮 還可以放筆 對 有鎖匙也可以 放情信也可以 我喜歡這個, 家燕姐 是, 我跟浩浩喜歡這個圓 因為可以來後敬你, 家燕姐 孫主佛 真是很舒服 想鬥擦鞋 對, 擦這些東西, 你一定輸給我們 對嗎?為何? 很厲害, 我跟香香很厲害 做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給你看 不用嗎? 兩隻 終極安危秘密武器 太好了 我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你試一下 是呀… 是呀… 是嗎? 是不是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對, 很厲害 家燕姐, 真的很喜歡嗎? 很舒服 網球也這麼多, 變成有什麼搞不定? 對, 最重要是發揮我們的創意 就算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也可以… 什麼都搞定了 這些都在那個獨立的